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巴西一名37岁女子桑托斯 Rusangela Almeida Drew St. Charles 日前因发生两次心脏骤停 导致出现败血性休克昏迷的情况 结果家人误以为桑托斯已经过世 就把他放进棺材内活葬 桑托斯醒来后在棺材里挣扎后 叫想要离开 但家人在11天后才开棺查看 桑托斯早已不幸身亡 综合外媒报道 桑托斯在上个月因为心脏突然停止 导致出现败血性休克昏迷的情况 让家人误以为他已经死亡 急着帮他办后事 于是准备棺材直接埋葬了桑托斯 棺材外面并整个疯死 但桑托斯下葬后没多久 这有邻居听到墓园里传出尖叫声 桑托斯的邻居西尔娃 Natolino Silva 表示有小朋友听到坟墓里有人在尖叫 他一开始以为是小朋友在捣蛋乱讲话 但走到墓园后真的听到从坟墓里传出两次呻吟声 不过后来声音就消失了 桑托斯家人得知此事后 在桑托斯埋葬11天后开棺查看 只见棺木中有桑托斯手指的抓痕与血迹 桑托斯的手指和额头也有受伤的情况 但桑托斯早就没有生命迹象 棺材里的抓痕与血迹被认为应该是桑托斯 承托脱身时所产生的 目前这起案件正由当地警方深入调查中 桑托斯